上帝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 在马可福音第十章46节到52节 马可福音第十章46节到52节 46节我们一起来读 到了耶利哥 耶稣侯门徒 避许多人出耶利哥等时候 有一个好战的虾子 是迪迈的儿子帮迪迈 坐在路旁 他从前十堂上位的耶稣 就喊着说 大卫的祖孙耶稣啊可怜过他 有许多人责备他 不许他作生 他却劝他大声喊着说 大卫的祖孙啊可怜过他 耶稣就站住说 叫他过来 他们就叫那箱子 对他说 放心起来 他叫你吧 箱子就丢下了衣服 跳起来 走到耶稣那里 耶稣说 要我为你做什么 箱子说 让我离 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 你去吧 你的信就你的 箱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 原来你就在我身旁 原来你就在我身旁 我把时间交给前后才到的 才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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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